我们这门课是想讲深度学习经典和最新的模型 我们会从最简单的最老的 从MilkNet在80年代末期提出来的模型开始 讲到计算机视觉比较流行的ResNet 以及说也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时序模型LSTM 到最近比较流行的Bert 当然我们在讲深度学习的时候 我们离不开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有很多基础知识是我们需要的 损失函数啦 目标函数啦 过力和优化我们都会讲到 我们这门课的一大特点是说 我们会给代码实现 就我们不仅会讲这些原理是什么样子的 数学上是怎么表示的 我们更多是说我们用代码来给大家实现一遍 然后在真实数据上体验一下 所有这些算法的效果 大家可以不断的去尝试修改代码 以及来得到一些第一手的经验 我们的内容包括了那么几大块 当然第一块是说我们先讲一下深度学习的基础 就假设是说大家不需要知道有机器学习或者深度学习的背景 我们会从头开始讲起 接下来会进入深度学习的核心之一 就是卷积神经网络 我们从最早的LearnNet开始 然后到深度学习的引起深度学习这个狂潮的就是AlexNet 然后到VGG Inception到ResNet 这是最新的一些模型 另外一块的话 跟卷积是一个空间的神经网络 循环神经网络是一个世界上的神经网络 从最早LearnNet开始到新的Sequence to Sequence 在两大卷积和循环神经网络之后 注意力机制就是Attention 是在最近几年新出来的一个新的神经网络的种类 很快在自然源处理 甚至是在自然源处理以外的领域也得到非常广泛的利用 所以我们接下来会主动介绍一下注意力机制 然后当然我们会介绍一下机器学习的基础 就是优化算法 你给一个模型怎么样得到你的网络 因为深度学习计算量比较大 大家都知道需要很多的机器来跑 就是大力出机器的一个领域 所以我们会介绍一下怎么进行高性能的计算 包括了怎么并行 怎么多GPU以及分布式 最后我们会介绍两大领域 就是一是计算机视觉 就是包括了目标检测 语义分割 然后另外一块是自然源处理 这目前是不管是深度学习也好 也是人工智能也好 这是最大的两大领域 这是我们整个的内容 形式上来说我们是每周六和周日下午一点到两点半直播 但我们不一定会到两点半了 就是我们大概是差不多时间差不多就行了 我们每一次大概会讲四个小节 每个小节我们可能会讲十分钟的算法 然后我们再讲一下代码的实现 最后我们会有一次问答 就问答的话大家在直播的那个地方会有讨论 就是大家可以在里面问答问题 极其知性的同事会帮我们把问他所有的汇总一下 我会在每一个小节之后给统一给大家回答一次 当视频回放我们会在尽量会在一两天之内放在B站和YouTube 大家可以在课程的官方网站上会访问到 当然是说我们说每次直播讲四个小节 有可能是多一点或少一点都没关系 我们尽量是尽量想慢一点 尽量因为我们在这个课其实内容是比较多的 我们尝试过在整个课程内容在伯克利讲一个学期 然后大家说觉得有点吃力 所以我们这一次想尽量的慢一点 我们不用急着往前赶 所以而且这一次我们内容可能比在伯克利还多那么一点点 所以我们不用急 不用每一次说一定要讲多少节 也不一定往前赶 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 如果觉得快乐的话 欢迎多问问题 就是说你问题问的越多 我们当然整个我就知道 大家可能会这里有一点点问题 我们就会更放慢一点 如果大家问的问题少 我们就可以往前走一点点 所以说如果大家会觉得 这个课太快了一点 请大家多问一些问题 我们就可以把节奏放慢一点 当然这个课大家会学到什么 我觉得任何一个东西 你有三个比较关键的东西 一个是what 一个是how 一个是why 叫what就是说 有哪些技术 就你知道那个名词 就名词很重要 就是说你知道名词的话 你就可以去搜 知道我们可以去搜到 因为现在网上太多东西 太多教程你可以去参考 就是说这一点很重要的是说 深度学习有哪一些技术 以及你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 这些哪些技术可以用来帮你解决问题 另外一块是怎么样做这个事情 当你知道有什么技术可以用的时候 你就想我怎么样给一个数据 我怎么来实现这个模型 怎么进行挑餐 得到我要的东西 要的精度也好 要的速度也好 然后真的能够把它做出来 然后变成一个产品 或者是说变成一个paper 当然最可能在what号下面就是一个why 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尝试来去解释 为什么这个东西很好 为什么这个东西不行 当然这个东西很多时候是一些直觉 深度学习 大家知道就是大家都觉得说 有点像老中医 就是我知道这个东西很厉害 特别有效 但是你也很难说得清楚 它到底为什么 所以这一块的话 为什么我们会给大家一些解释 直觉上的解释 数学上的解释 以及说我们和一些我们的猜想 当然是说 大家可以去自己有自己的体会 因为每个人说的不一定是对的 大家都是一个自己的理解 所以这三块其实会有不同人 会有不同的需求 我觉得是说AI的相关重验人员 比如说产品经理 或者是说你是想了解一下AI做什么的话 你大概知道深度学习有哪些技术 就是一些名词 你知道这个名词能干什么 然后数据科学家 工程师 你要知道怎么样把你的东西做出来 就是你手要快 你最后能做出活 但对于研究员来说 researcher和学生来讲 你除了知道有什么和怎么样做的话 你要解释为什么 这个是说你学到更深的东西 以及你能做出新的突破 你都要知道去了解为什么 特别是你得自己去想去思考为什么 OK 这是我们觉得这门课 希望大家能学到的东西 大家根据自己的可能需求 可以各取所需 OK 所以课程的主页 我们是放在 courses.d2.ai.zh-vr上面 我们的教材也在 zh-vr.d2.ai 就是说教材是一个免费的教材 然后课程我们有个讨论网页 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另外是说我们每一章 其实教材的最后面有一个课程的讨论 一个论坛一个网页 大家可以在里面问问题 当然我们 我更希望是说大家能够在参加直播 然后直播上问问题 这样子我们相对来说更容易一点 就是我在这里回答掉了 不用在事后再去看论坛 论坛里面讨论也不少 但是说因为这一次我们基于PyTorch 然后会去看 大家如果有什么PyTorch的使用的话 可以去PyTorch的论坛 我也经常去那里 我觉得那里还人还挺多的 人还应该能得到很多事 能得到很好的回答